第1771集 封天狱的打算下 司徒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之色 黄天狱的主宰毕竟是昔日的人皇之后 他们在整个仙狱当中的威信 其实还是有的 只不过身为舞者 大家还是习惯用实力说话 黄天狱只有一个人皇后裔的名分 可是远远不够的 要不然现在的仙狱也不会分成12个实力的 他们封天狱昔日也是与从那黄天狱当中分裂出来的 再加上封天狱舞者的性格 双方的关系可从来都不算得好 顶天就只能说是没有什么深周大恨而已 现在常昆竟然说黄天狱能够成为他们封天狱的盟友 这点司徒明却是不信的 常昆淡淡淡的道 这个世界上可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黄天狱在下界之后可是更加希望盟友的 在仙狱的时候 黄天狱还算是皇族一脉 但现在呢 一是皇朝早就已经没了 下界那些人皇的后裔也早就消失了 现在天下皇朝谁人为尊是大洲 黄天狱的实力比大洲强没错 但现在的黄天狱只是一个武林势力 除了在高端战略上面比大洲强 剩下的他们哪点能比得上大洲 而如果盗门联合的事情不发生 我估计黄天狱还会强硬的去跟大洲斗上一斗 但现在 黄天狱的人应该知道 江湖上的这些强者不允许一家独大的盗门出现 同样也不希望昔日的一世皇朝再次出现 所以 我估计现在的黄天狱可是很需要人支持的 只要他们还是想要重现昔日一世皇朝的辉煌 要么就培养出一位冠绝江湖的通天境强者 要么 他们就只能缓缓地增强实力 让自己的势力和盟友遍布整个江湖 达到完全可以碾压对手的存在 这个时候我们风天狱主动靠上去 您认为黄天狱会不会接纳 司徒明虽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 他从来都懒得去思考这种复杂的东西 不过现在听长坤这么一说 貌似还挺有道理的 长坤神声道 这黄天狱的实力绝对要比那苏信强 有着黄天狱作为盟友 你我也不用对那苏信如此的忌惮 当然一位神桥镜的强者 我们最好是能不得罪便不得罪 先礼后兵 派人去通知异剑门的人 让他们滚蛋 如果这帮用剑的死硬到底不打算滚 那我们动手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伤到了那苏信的魅力 将其完好无损地送回西北道去 这样一来 我们虽然也算是得罪了苏信 但却不至于把他得罪死 再加上我们身后有着黄天狱在 苏信估计连上门问罪都不会的 此都明摇了摇头 我懒得去想这些复杂的东西 反正你老常怎么说 我便怎么做就是了 长坤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去黄天狱所在的江南道走一趟 你则派人去给异剑门的人送信 记住先礼后兵 就算是最后真要动手 那也千万别伤到那苏信的魅力 否则一旦跟苏信结下死仇 就算是黄天狱也不可能保得住我们 对于苏信 长坤可是没有半分的轻视 毕竟 那可是一位能跟寻天狱的盗门之主赵九龄 聘成两败俱伤的存在 这一次若不是因为长坤有把握跟黄天狱联盟 他根本就连得罪都不敢去得罪苏信 而在他背后有了靠山的情况下 那小小得罪一下苏信 他还是敢的 当然 若是把苏信给得罪死了 他可没那个勇气面对一位身骄性强者的报复 毕竟江户上谁都知道苏信的妹妹可是他的逆临 谁动谁死 要是伤了苏信的妹妹 那人必将面对苏信最为疯狂的报复 再三叮嘱司徒明 直到对方都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之后 长坤这才启程前往了江南岛 去找黄天狱的人 黄天狱所下界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江南岛 而是汉南岛 只不过这汉南岛在大洲四十九道当中 都是属于那种排在最末位的一道 黄天狱的人有些看不上 所以便迁移到了江南岛 论及地理位置江南岛距离圣经城所在的北原岛很远 黄天狱现在还不想跟大洲有什么冲突 离得远一些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就是的 还有就是江南岛五丰盛行 物产丰富 在大洲四十九道当中绝对可以拍得上前五 只是这种地方才配得上黄天狱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江南岛 黄天狱找不到有能力威胁到他们的势力 整个江南岛唯一有实力的宗门 便是六大十加之一的萧家 只不过随着萧家老祖被苏信和孟伯等人联手弄死之后 萧家便彻底进入了蛰伏的阶段 这次黄天狱来到江南岛 萧家连个真武都没有 哪里该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所以萧家也只能继续蛰伏不出 把江南岛大部分的地狱都让给了黄天狱 此时江南岛一座绵延石域里的山岭上 无数的亭台楼阁依山而建 大部分都只是有一个框架 还有无数的低级武者在山林当中搬运制材料 建造着这些建筑 而在射出山林之上 一座巨大的浮空宫殿升腾而起 请得壮观无比 这便是黄天狱在江南岛的住处 在十二仙域当中 黄天狱的人数是最多的 那些在山林当中所建造的建筑 也都是给黄天狱的武者准备的 本来黄天狱内是有着无数虚空宫殿在的 只不过因为黄天狱的人下界太过匆忙 以他们的能力 也就只能勉强搬下了一座无空宫殿 就当是冲门面用的 此时黄天狱的狱主江恒真 可是忙碌的很 作为黄天狱的狱主 他不光光是要主持黄天狱在下界的各种事务 还要收集一下江湖上的各种信息和资料 制定他们黄天狱以后在下界的种种布置和计划 以便他们黄天狱能够重现昔日人皇后裔的威名 就在这时一名黄天狱的武者攻进了敲了敲门 然后走进来道 狱主 封天狱狱主长坤求见 江元真周梅说道 他来干什么 对于封天狱 江元真一向都是没什么好感的 这帮修炼叨叨的家伙简直就跟活毒匪一样 谁都敢去得罪 但这封天狱的势力却一直都不算太弱 所以就算是十二仙狱 对方几乎都得罪过 但在封天狱没把其他实力得罪死的时候 倒也没人去跟他们较真 第1772集 黄天狱 黄天狱虽然身为昔日的人皇后裔 但封天狱那帮家伙也是一样得罪过 若是在仙狱 江元真才懒得去见对方呢 只不过现在都已经到了下线 而且长坤那帮没脑子的家伙也不一样 射司虽然是阴险的一些 但还是有些理智的 江元真想了想便说道 让他进来吧 长坤进来之后 恭敬了对着江元真一礼道 见过阳武王 江元真挑了挑眉 诧异地看着长坤 江是一族身为仁皇后裔 其实真正的嫡起血脉 都是按照族谱来封王的 因为仁皇在闭关之时 也没有立过什么太子 所以昔日只要是仁皇一脉的后裔 都是有着王位的 其后代也都纷纷继承了 昔日父亲的王位 只不过随着仁皇闭关 江是皇族统治出现了一些问题 甚至整个监狱都开始分裂了 这所谓的封王 自然依旧成为了一个笑话 所以江元真这阳武王 其实只有那些江是皇族的嫡起血脉 才会这么称呼的 大部分的时候 其他狱的人都是称呼他为狱毒 黄天狱的狱毒 就连黄天狱 那一些非僵尸皇族的人 也都会称他为狱毒 但现在这长坤却是喊出 仁武王这三个姿态 这可是有些耐人寻味的 长坤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江元真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 到了他这种事里 长坤想要在他的面前耍什么阴谋诡计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一般 甚至对方敢不敢来算计自己都是一个未知数 听到江元真这么一说 长坤索性也就不继续的遮遮掩掩的了 他直接说道 在下这次来 其实是想跟黄天狱联盟的 并且是那种从属性的联盟 从今以后 我方天狱为黄天狱马首是瞻 一听这话 江元真并没有立刻便答应下来 反而是带着疑惑的目光看向长坤 这世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现在这长坤主动地送上门来当小弟 若是说这里没有一点的猫腻 打死江元真他都不相信 所以江元真直接皱眉问道 长坤你们方天狱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可知道敢算计我黄天狱的后果吗 长坤文言顿时就鼓笑着道 杨武王您可是神瞧镜的强者 黄天狱想要灭我方天狱更是轻而易举 我怎么可能算计您呢 这次联盟其实大家都是双赢 在下想要黄天狱的庇护 而想必黄天狱也是一样需要我方天狱的帮助和效忠 换取强大的势力和威势 说着 长坤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事情开诚布公地跟江元真说了一遍 反正对于他来说 他是真心没有想过要去谋算黄天狱的 这种事情只是一个交易而已 有庇护换来效忠 这种手段别说是黄朝在玩 大部分的江湖人也都会玩这一套的 听了长坤的话之后 江元真这才恍然大悟 对方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 不过对于风天狱的打算 江元真却是不准备拒绝的 黄天狱现在想要有所成就 那就必须要许多物者为他们摇起呐喊 现在有人主动凑上来了 黄天狱当然不会拒绝 所以江元真想了想到 既然长御主想要加入我黄天狱回下 本王当然是不会拒绝的 但长御主 你想要谋夺异剑门的地盘 可是要注意一下尺度 那苏信的妹妹便是异剑门的弟子 你若是惹到了苏信 跟他结成了死仇 那我黄天狱可是不会去管的 多了你们风天狱这个盟友 确实要惹上一个神桥镜的敌人 哼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很不划算 不是吗 黄天狱在没全部下界时 其实并已经让一小部分人下界去 打探了一番江湖上的动静 也大概知道了下界的势力 对方有几个能惹 有几个不能惹 江元真可是清楚得很 这第一个不能惹的便是 世道玄的老和尚 莲花禅院的恐怖 江元真也是清楚得很 这第二个便是太上道门的那位长教 允须散人 玄臣子 太上道门 那帮编制的疯子 从来都是不出手 则已一出手惊人 对于太上道门的内幕 昔日身为皇族的江元真 也是清楚得很 别看那玄臣子 闭官之实 还是真武 现在他修炼到了何种境界 又谁人知道呢 至于这是最后一个嘛 便是俗信了 此人虽然没有 国宗和道门那般恐怖的传承 乃是从草莽当中崛起了江湖后背 但自身战力却是极其惊人 在道门联盟大会上 跟玄天玉御主赵九龄一战 那股威势令人心惊不已 最重要的是 苏信此人 那股无所顾忌的风光态度 让江元真异常的气誕 他可不想在没有足够利益的情况下 去跟这种疯子为敌 昌坤连忙说道 这点在下当然知道 动手的时候 我便吩咐过了 先礼后兵 哪怕最后真的要动手 也要确保苏信妹妹的安全 江元真点了点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只要你们便惹出什么大事来 我黄天玉都保得住你 当然 如果你们非要去惹是生非的话 那也就别怪我不讲 情面了 毕竟我黄天玉需要的是一个靠谱的盟友 而不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麻烦 风天玉在仙玉的名声也不怎么好 所以江元真现在也是把丑话说在了前面 甚至如果风天玉没有长坤这么一个 还算是有些头脑的家伙在 就算是他们主动投靠 江元真也是不会答应的 昌坤立刻说道 这点在下当然知道 王爷请放心 在下回去之后 立即就宣布风天玉跟黄天玉联盟 以后为黄天玉马首是瞻 江元真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昌坤也还算是识时务 而此时的异见门外 以名风天玉的阳身镜武者 妖玄柳叶刀 管制之周围那秀丽的景色和浓郁的天地缘起 他的眼中还会有露出了一丝浮屑之色来 此等宝地被那些用剑的占据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一堆弱鸡废物 也配拥有这等山门 自乎以来修炼剑道的武者 都跟修炼刀道的武者 有些看不对眼 只不过前者一直都在压制着后者 否则现在江湖上存在的 就不是持剑武派 而是持刀武派了 身为兵戈九步之一刀部的后人 风天玉的武者 对于任何用剑的宗门 可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更别说异剑门的跟脚 其实也是来源于兵戈九步之一的剑部 虽然这点可 第1773集 异剑门的危机 按照这名武者所想 他们风天玉的实力 已经全面碾压了异剑门 何苦还费这么大的力气 先礼后兵呢 直接打上门去就是了 只不过有着狱主的吩咐在 他也不敢乱来 风天玉的阳神经武者 奉命给异剑门送信 就在他走上山门的一瞬间 立刻便有几名异剑门的寻山弟子 快速地走了过来 有人拱了拱手 沉声问道 敢问前辈姓名 来我异剑门所为何事 那名风天玉的武者 冷笑了一声道 哼 本座的名字 你们这帮小角色还不配知道 我今天来只是给你们送信来了 话音落下 那名风天玉的武者之间 将一张白纸扔出 随后刀蒙闪过 那白纸之间被一兵流液刀 盯在了异剑门山门的牌匾之上 发出了一声巨响 看到这一幕 那几名异剑门的弟子 面色顿时一变 此人绝对是来闹事的 在一个宗门的山门前 如此侮辱一个宗门的牌匾 这不是找事情是什么呢 只不过还没等这几名 寻山的弟子开口警戒 那名风天玉的武者便冷笑了 哼 把这封信带给你们异剑门的管事之人 我风天玉只给他们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内若是还没有决断 那就别怪我风天玉心狠手辣了 话音落下 那名风天玉的武者直接是一步踏出 顺势之间并已经消失不进 依他们的境界 甚至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此时异剑门内 在孟经先不在的情况下 异剑门做主的便只有三人 林洛言 楚步凡 和谢志燕 楚步凡在不久之前 终于晋升阳神 只不过两名阳神 对于现在的异剑门来说 还是太少了 这么多年来 异剑门始终 都是靠异剑门一个人支撑着 现在异剑门离开了 异剑门也是低调无比 把外围的弟子全都收拢 开始折服 就在这时 一名异剑门的弟子急匆匆地跑进来的 蜘蛛 师伯 不好了 楚步凡等三人 见到这一幕 没头都是一种 他们异剑门的弟子水平 还算是不错的 起码遇到事情都能够保持阵体 像现在这般事态 难道是有人打上异剑门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诺言站起身来问道 那名弟子联盟将那张纸递给了林诺言 林诺言看发之后 面色顿时异尘 黑的简直就像是要滴出水来一般 林诺言挥了挥手 让那名弟子出去 楚不凡 联盟问道 师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诺言面色阴沉的道 丰天狱让我们异剑门在三天之内搬离山门 将异剑门让给丰天狱 如果我们不识下 那三天之后 他们便亲自动手来夺 此言一出 楚不凡和谢氏言的面色 顿时都是一变 丰天狱这件事情做的伪失 是太过分了一些 下下了江湖厮杀 一般来说 除非是道佛或者是正道和魔道之间的那种 不死不休的厮杀 其余事里 大家都属于正道宗门 就算是想要动手 那起码要先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不是吗 毕竟大家都是要脸面的 就算是当初苏信执掌江南道 那般的霸道 但在对那些宗门出手的时候 你也是找了一个借口的 虽然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借口 但这就是江湖规矩 只要你想要在这个江湖上继续混 那你就是要遵守规矩 像现在疯天狱做的这般露骨和霸道 浅南就是不打算将江湖规矩的 楚不凡咬了咬牙 冷声说道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这种事情以前 他们一见门也遇到过 昔日他们跟赶尸派两败俱伤之时 四大县主只剩下了梦兴间一个 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松门 来落井下石 就连碧屑青山堂那种 阿猫阿狗级别的存在 都能来找他们的麻烦了 只不过当初有孟经仙 来立万匡澜 而且当初对他们 一见门落井下石的松门 也没有太强的 所以他们一见门 也是撑了过来 但现在孟经仙 确实已经不在了 而对手是有着 两名真武的风天狱 这种级别的存在 不仅让一见门的人 感到有些绝望 林诺言面色阴沉的道 风天狱的人 在正见门耿京非的手中吃了亏 不愿意再去招惹他 现在 确实看师兄离去 我一见门变成了软柿子 准备先挑我们念了 一旁的谢志燕沉声道 恐怕还不止如此 玉南道的产出 没有我见难道丰富 而且正见门的所在地 也只是在一座 寻常的州府内 正见门身为天下七邦之一 本来就只是一个 有着几十年底蕴的势力 跟我们易见门的山门 所在是没法比的 占据了我们易见门 他们的弟子修炼的地方 不用发愁 甚至就连阵法 都不用发愁了 反正不论怎么说 还是我易见门的实力不足 在师父走了之后 便守不住这家业了 林诺言 面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事到如今 怕是我易见门 也不得不求人了 还是师兄的言界告往 当初早早便定下了 跟苏信交好的决定了 不过 这冯天玉 难道不知道 我易见门 跟苏信之间的关系吗 楚步凡 黑黑地笑着 我怕他们还真的不知道 就连江湖上的宗门 都以为当初师兄 帮苏信是因为 心儿的原因 他们这帮外来的家伙 怎么可能知道 事实上 最开始苏信 跟易见门之间的关系 完全就是因为 有着心儿在 易见门 是心儿的师门 所以苏信对其抱有好感 就这么简单 而后来 梦京仙主动出手帮忙 这才让易见门 跟苏信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盟友 已经跟心儿无关了 纯粹就是苏信 跟易见门本身的交集 要知道 当初 梦京仙做出 这个决定的时候 可没跟 易见门内的 一些老人商量 这些人 还有些不满呢 只不过 他们的辈分 虽然要比 梦京仙等人大 但其实 早就已经不管事了 只能在暗地里 嘀咕那么一两句而已 但到了现在 出了这么一档子的事情 这才显出了 当初梦京仙的高瞻原主 其实 若是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刻 易见门众人的性格 他们 也是不愿意求人的 只不过 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 是真的 第1774集 求援 上 林洛言 对着谢志燕道 志燕 这里面 你跟苏信有交情 拿着我易见门的密宝 千里飞剑去 用最快的速度到西北 请苏信 触手帮忙 谢志燕点了点头 立刻 因准备行动的 易见门的千里飞剑 乃是当初易见门特意 去请 木门锻造的 易见密宝 可以让未达到真武精的 武者 也能遇控背景 其速度 比之真正的真武 也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 是一次性的物品 所以 每到关键的时刻 易见门也是 绝对不会动用他的 而此时 风天玉内 司徒明 得知的消息 已经送到 但结果易见门那边 却是毫无动静 他不禁冷笑了一声 看来这易见门 真的准备死硬到底了 还当真是不知死活得很呢 那名送信的阳神静武者 在一方说道 大人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进攻易见门 就凭易见门现在的实力 那是如何都挡不住我 黄天玉的 司徒明 懒洋洋的道 不着急 等玉主回来再说 玉主说了 只给易见门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他们若是还这般死硬 那我们便直接动手 不用再给他们面子了 而在第二天 前往黄天玉的昌坤 便已经回来了 他此行顺利的带来了 跟黄天玉联合的消息 回来之后 他直接就把这个消息 公布了出去 传遍了江湖 其实之前 风天玉对易见门所做的事情 也都已经传到江湖上的 毕竟风天玉的人 做得那般高调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 都在讨论着 拿下一见门后 他们住处该怎么分配 那些江湖风眉 又不是瞎子 他们可能听不到吗 对于风天玉的所作所为 江湖上大部分的聪门 都是有些意见的 因为这帮人做的未免也太露骨了点 其行为也是令人不耻的 当初在御南道就是 看到成建盟没有拱手 献看一块地盘 他们便直接出手攻打 只不过碰上了硬点子 被成建盟直接给打了回来 这下他们更是嚣张得很 竟然又盯上了易见门 而且还是在易见门 孟清仙不在的情况下 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 虽然每个松门或多或少的都做过 但像是风天雨舌般做的如此高调 甚至是如此露骨的 还是第一个 实际上这件事情 原本已经有人打算管了 明剑山庄就是一个 实际武派同气连之 虽然这个口号有些不靠谱 但明剑山庄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是准备要管一管的 这么多年来 明剑山庄和易见门 一直都共处建南岛 双方倒也没有太多的冲突和争执 所以跟易见门当邻居 他们还是很放心的 但看风天雨这种行事方式 明剑山庄可是不放心的很 对方竟然敢吞了易见门 那有机会 我也不会也要吞了他明剑山庄呢 毕竟修炼剑道的武者 和修炼刀道的武者 可是一直都互相看不对眼的 这种事情不得不防 所以鹰千歌 已经是准备管一下了 还有一个准备管的 便是大洲了 面对鲜宇之人的下界 大洲似乎也准备彰显 作为皇朝的霸气和实力 顺便警告一下鲜宇这帮人 不要破坏规矩 这段时间以来 大洲出手的次数倒是不少 上次风天雨跟征建盟的事情 便是大洲出面调和的 这一次大洲显然也是准备出面的 不能让风天雨吞了异建盟 明剑山庄和大洲准备插手异建盟的事情 或许各有各的考虑 但他们却是真的准备要插手了 只不过他还没等他们出手呢 那边就传来了风天雨跟黄天雨联盟的事情 对于明剑山庄来说 黄天雨这种庞然大物他们可惹不起 所以应千哥直接便吩咐明剑山庄的众人 千万不要妄动 而大洲此时也不想跟黄天雨 在这个时候便开战 所以也是直接将自己插手的打算做罢了 此时西北到内 谢知彦看着焕然一心的飞龙城 他的脸上稍微的有些失神 此时的飞龙城已经经过了轮转王的阵法布置 和黄炳城的重新装饰 已经跟昔日大洲所建立的那个飞龙城几乎是两个模样的 整个飞龙城大小已经由原来的方圆启石里扩充到了现在的一百余里 周围的城墙都是用金色砖石所堆协而成的 这可不单单是为了漂亮 而是这些砖石当中都特意的被炼制进了各种金铁材料 不光光可以抵挡武者的真气 还可以当作是阵法的根基 让轮转王法万罗大阵给融入其中 所以现在的飞龙城从原出看 闪烁着药木的阵道光辉 显得璀璨无比 十分的瑰丽大气 而在那城墙之上也是排列着一个个巨大的弩炮 现在猙獰无比 这些都是左道蒙的高手联合在一起炼制出来的东西 绝对堪称是守成利器 就算是化神经的武道宗师又怎么样呢 这一气弩炮下去 护体真气当场就会被洪碎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现在的飞龙城已经绝对可以作为一个大势力的根基了 而等到谢志燕走进飞龙城内 这种感觉则是更深的 飞龙城给谢志燕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武风盛行 步入城内 整洁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身背刀剑的舞者 但一切确实都显得有趣的很 并没有什么混乱的感觉 苏信麾下的西北道从来都不会进武 跟大洲圣经城相比 在飞龙城内 只要你不是故意挑事 那想动手随你的便 当然 这个动手也不是在哪里都能动的 必须要在指定的位置才能够动手 在飞龙城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内 有着四块擂台 那些舞者挖上的什么冲突和摩擦 都可以在这四块擂台上解决 时间长了以后 还有一些江湖风霉 特意做了一个排名 专门写出在这四块擂台之上 谁人的势力 多强等等 其中 有些展露头角的舞者 甚至会被西北军 或者暗卫 新自招揽 加上苏信的麾下 这也引得其他人 羡慕不已 至于一些在擂台上打出名气 而又不想加入苏信麾下的 那也不勉强 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在擂台上打出来的名气招揽弟子 开宗立派 或者是投奔其他的势力 这点一切都是随缘的 西北道从来都不会强迫其他人加入的 正是因为这点 慕名前来的西北道舞者 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人 把飞龙城内的四块擂台 称之为小人榜 反正都是扬名立万的地方 直到后来 飞龙城内的擂台 名声是越来越大 吸引来的舞者 也是越来越多 众人这才明白 这貌似只是苏信的一个算计 他当初建立这四块擂台 可不是好心 要为了飞龙城内的舞者解决争端 他纯粹是为了要招揽有实力的舞者 看到这一些谢志燕的心情 不仅有些复杂 他毕竟是跟苏信同一代的舞者 虽然身为女子 但谢志燕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会比男人要差 而且他一生都钟情于剑道 但他最后才发现 即使是在自己最擅长的剑道上面 他也仍旧是比不过苏信的 这也让谢志燕感觉有些沮丧 只不过对于谢志燕来说 现在可不是他沮丧的时候 易建文的危机还在 三天的时间已经是过半了 他若是不能及时请来苏信 那易建文就危险了 所以谢志燕也只是 直接奔着苏信的王府而去 相比于整个飞龙城 苏信的王府倒是略显普通 甚至连一些阵法都是没有的 其实这也是苏信亲自交代的 因为只要他在飞龙城内 有哪个不知死活的 敢在这里撒野呢 而若是真有强敌打破了飞龙城 那他这府内的阵法 就算是再强 也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反而是不如简单一些来得好 谢志燕来到了王府门口 对守门的两名屋者 拱了拱手道 麻烦请通传一声 易建文谢志燕 求见苏信苏大人 在王府门口 两名身穿黑的暗卫 看了谢志燕一眼 摇了摇头道 抱歉 苏大人正在闭关 现在谁也不见 这两名守门的暗卫 别看普通 但却有着化神镜的实力 他们都是这些年来 暗卫精心培养的武者 对于他们来说 别说眼前这人只是容神镜 就算他是真武精 这两人都敢拦 经过了暗卫这么长时间的洗脑培养 他们对于苏信的忠诚度 根本就不用怀疑 所以现在他们才有资格 来给苏信守门 而且你幸亏他们知道 易建文帽子跟苏信的关系不错 苏大人的妹妹 正是易建文的弟子 否则换个人来 他们甚至连解释都不用解释 直接赶人就好了 只不过谢志燕听到这个消息后 却是一皱眉 苏信在闭关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对两人说道 苏大人是在毕生死关吗 还请麻烦二位通传一声 我是真的有急事 就算谢志燕这么说 但这两人却仍旧是死硬地摇了摇头 不行 苏大人在闭关期间 谁也不能打扰 谢志燕一皱眉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脑子僵得很 他们就认准了苏信闭关期间 不能有人打扰这一条 但问题是 天知道苏信会闭关到什么时候 真无尽的存在每一次闭关 可都是按照年来计算的 虽然苏信一向都不怎么喜欢闭关 但这一次闭关 要关闭上几个月 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他们一见门就已经被灭了 就在谢志燕想要直接强攻 闹出一些动静的时候 王秉承正好从门内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他不禁就迅斥说道 一见门的谢女侠跟苏大人 可是十几年的交情了 你们竟然连他都敢来 是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脑子呀 啊 李坏那家伙是怎么教你们的 把你们都教得一个个 都他奶奶的死脑筋 看到黄秉承出现 那两名暗卫顿时都不敢吭声了 这位可是苏大人真正的心腹 跟他们暗卫大宗馆李坏 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别看对方的实力没多强 但地位却是高得吓人 对于义剑门跟苏信之间的关系 别人不知道 但黄秉承却是知道得很清楚 甚至当初在飞盈帮时 他便撑过谢志燕的人情 当初苏信惹到了青城剑派 不得已离开常宁府 那时候若不是有着谢志燕的帮忙 恐怕当初的飞盈帮 就要被愤怒的青城剑派 给迁怒灭门了 所以现在一看到谢志燕将来 黄秉承立刻走上前去 对着笑容问道 原来是谢女侠来了呀 抱歉抱歉 下面的人呢不懂规矩 冒犯了谢女侠 还请见谅 谢志燕摇了摇头 不用责怪他们 他们是按照规矩形势 才会拦我的 实际上 若是没有大事 我也是不会在苏大人闭关的时候来打扰他的 黄秉承连的点头道 谢女侠稍等 咱们进去再说 说着黄秉承便将谢志燕给迎进了府内 并且给他那两个守门的安卫一个以后 再收拾你们的眼神 命人给谢志燕端上了茶来后 黄秉承这才问道 意见门出了什么事情 谢女侠不妨先给我说说 然后我再去禀报大人 苏信并不是那种揽权的性格 他更喜欢用绝对的实力和威信 来维持整个势力的中心 所以在整个西北道内 各个部门的权力都很大 黄秉承作为苏信的心腹之人 代替苏信下命令 也都已经有许多年了 可以说 只要不是太大的事情 那黄秉承自己就能做主 去帮意见门一把 以用不到再去麻烦苏信 把苏大人从闭关当中给惊醒了 只不过等谢志燕 把事情的经过都说出来之后 黄秉承这才感觉 事情貌似大条了 要知道 现在馨儿可是还在意见门内呢 万一风天玉在攻打意见门的时候 牵连到馨儿 那到时候苏大人可是会发疯的 在黄秉承想来 风天玉那帮用刀的可能是一些没长脑子的货色 万一他们真的不管不顾乱杀一气 这可是很容易就伤到馨儿的 黄秉承一脸怒子的道 童舞阳那帮家伙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竟然都没有及时报上来 让童舞阳过来见我 过了片刻 童舞阳被人叫来 路上 他便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进来之后 他苦笑着跟黄秉承解释道 黄大人 不是我手下的暗卫情报系统懈怠 而是我们暗卫毕竟在中原武林布局没多长时间 传递消息的速度肯定没有六扇门快 六扇门可以做到一天的时间 便将消息传遍大洲四十九道 但以我暗卫现在的实力可是很难办到的 甚至两天都勉强 童舞阳可不是在推卸责任 而是以现在暗卫的能力 是真的做不到六扇门那种强大的效率 毕竟六扇门 那可是以大洲的力量建立了几十年 这才有的规模 而且六扇门 还有这铁家等一众强者在 第一间776集 出手 一旁的卸质艳道 我义剑们也知道 暗卫的速度可能不能快速地把消息送到西北道 所以便直接让我用秘宝千里飞剑赶路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统大人 黄炳城点了点头 不过他还是对童舞扬道 以后把剑南道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一旦有事情 必须要在一天之内看到消息传来 对了 现在立刻让暗卫去调查封天狱的实力和动静 我呢 这就去找苏大人 把事情跟他说一遍 这么大的事情 就算是苏晋在比关 黄炳城也是一定要把他叫醒的 童舞扬点了点头 立刻下去准备 其实这件事情 他也的确是有一定的失误在其中的 之前暗卫把所有的势力都撤向了中原 童舞扬倒是想过要特意的去关注一下意见门 毕竟苏大人的妹妹可就在意见门内 只不过后来童舞扬便放弃了 因为孟经先那个时候太强了 甚至要比苏信都强 有着孟经先镇守的意见门可以说是安全无比 既然这样他还费那么大力气干什么呀 所以童舞扬也没有特意去意见门安排人 而等到孟经先离开之后 童舞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没想到确实这么快就出事了 这件事情倒也给了童舞扬一个教训 他所思虑的可还是不够周全的 童舞扬从当初汝南道的一个小崩梅被苏信看中 只让整个暗卫的情报组织 就连阳神将的武者也要对他客客气气的 童舞扬这一度走来可不容易 所以他也是无比珍惜自己现在的位置 苏大人的手下不养废物 这一次不是他的责任 但却是他的失误 一次两次还好说 如果四处多了的话 那说不定他就要把自己这个位置给丢了 此时黄炳城已经来到苏信的闭关之地 因为苏信不是在毕生死关 所以黄炳城也是直接敲开闭关之地的门户 大门打开 黄炳城顿时便感觉到一股惊人的热浪袭来 里面好像隐藏着无边的火焰一般 但一眨眼的功夫 那股热浪便瞬间消失 差点让黄炳城以为是自己出现了错觉 不过黄炳城也知道 像是苏大人这种级别的强者 能够造成的异象不是他所能理解的 苏信走出门去 才闭关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苏信只是勉强把自身的伤势给修复完成的 至于赤火神功和天妖图神法等悟空 苏信这才只是刚刚熟悉了一下而已 但他也知道 现在的西北道的力量 只要不是出了大事 黄炳城一般是不会来打扰他的 看到苏信出来 黄炳城没有废话 他直接说道 大人 一剑门出事了 话音落起的一瞬间 苏信的面色 瞬间便阴沉了下来 他身上的气势都变得阴厉无比 原本晴空万里的飞龙城 瞬间就变得阴云密布 其他飞龙城内的武者 还有些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吕破天原本在自己的宅院当中 正每滋滋地喝着小酒 感觉到苏信那边传来的恐怖的气息 他的手不仅是一哆嗦 酒液都洒出了一起 奶奶个熊的 是谁惹到老子的那个尸体了 这么大的火气 恐怕都能把江湖给掀翻咯 而此时黄炳城看到苏信的这般模样 他也是被吓了一大跳 随后他便意识到自己说错的话 他连忙道 大人 您误会了 易见门现在没事 是事即将要出事了 说着黄炳城便将事情的经过给苏信说了一遍 这才让苏信把自己身上那股恐怖的气息给收了起来 现在我去见谢志炎 会客厅内 谢志炎看到苏信前来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要能见到苏信 易见门的危机便算是解除了 谢志炎对着苏信拱了拱手道 这次还要麻烦苏大人出手相助 我易见门 感激不尽 苏信摇了摇头 你我也算是老乡使的 孟宗主也帮了我不止一次 用不着那么客气 只不过 我疑惑的是 为什么 崩天宇敢打易见门的主意 难道易见门 就没把跟我的关系告诉他们吗 崩天宇的两名真武虽然强 但在苏信眼中却是算不得什么的 甚至说去嚣张一点的话 只要崩天宇的人不是崩子 那就绝对不会对易见门这种 跟苏信乃是盟友的纵门动手 盗门联盟一战之后 苏信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江湖上的至强者之一 能跟他掰手腕的人就那么几个 这其中绝对不包括崩天宇 只不过谢志炎此时却没有说话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身子 看到谢志炎的这般模样 苏信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恐怕这件事情易见门还真是没有对外去说 这才让崩天宇以为苏信跟易见门之间的关系 没那么紧密 其实原因倒是很简单 并不是易见门对苏信有什么意见 只不过是易见门碍于面子 不相从打着苏信的喜好在相互上招摇而已 幻成其他人若是有苏信这么一个大靠山 那肯定会弄得人尽皆知 聪明一些的还会借舍而为 但易见门不一样 身为见者的尊严 让他们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甚至当初易见门最为衰弱时 他们都没有求过别人 这一次若不是崩天宇的压力太大 甚至让易见门看到了灭门的危机 他们也是不会来求苏信的 这点苏信并没有说破 他只是对谢志燕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便走吧 说着 苏信便准备带着谢志燕离开 但就在这时 吕破天却是忽然走了过来的 师弟啊 这次用不用师兄我出手 苏信摇了摇头的 一个崩天宇而已 两名真母难道我还对不不了吗 吕破天黑黑的笑道 一个崩天宇不算什么 但这小妮子不是说黄天宇 已经跟那崩天宇联手了吗 你就不担心他们 已经那些人都是昔日的人皇后裔 你不给他们脸面 对他们的盟友出手 难道就不怕他们事后报复 苏信冷笑了一声道 哼哼 脸面不是人给的 而是自己挣回来的 人皇那都已经是过去似的 谁知道现在 在那仙语当中闭关的究竟是人皇 还是人皇的骨灰呢 黄天宇既然在崩天宇对异剑门出手的时候 没有拦着 那便是不给我苏信面子 我又何必给他们脸面 现在可不是上古 一是皇朝 早就已经没了 话一落下 苏信便没有继续废话 直接带着谢志燕就离开了 吕破天嘖嘖地叹道 哎呀 第1777集 我的话便是规矩 上 之前吕破天虽然没出面 但谢志燕和黄炳成的对话 也没有故意的隐秘 他可是全都听不明白的 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由一连串的误会 引发出来的 异剑门因为面子问题 故意隐瞒他们跟苏信之间的真实关系 再加上崩天宇也没有详细的调查 下意识地以为 苏信跟异剑门之间的关系 只是馨儿的师门传承那么简单 而黄天宇也因为在忙其他的 相信了崩天宇的判断 认为 就算是崩天宇吞了异剑门 只要保证他妹妹的安全 那顶天也就是让苏信的脸面 有些不好看而已 不会把他得罪死 黄天宇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殊不知黄天宇却是自信过头 无论是他们的实力 还是那所谓昔日皇族的身份 对于苏信来说 根本就跟放屁一样 他都没有放在眼中 可以说这件事情 只要当初封天宇在动手的时候 细心调查一番 或者是黄天宇也在准备联盟的时候 派人调查一番 那就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吕破天都能预料到 这崩天宇的下场绝对不会好过的 黄秉承在吕破天的身后黑黑地笑了 嘿嘿 这样倒也好 那帮仙玉之人呢 纷纷下界 恐怕他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江湖上 到底是应该由谁来做出 大人给他们一个教训 也让他们知道知道 自己究竟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吕破天瞥了黄秉承一眼 这苏信的手下倒是都跟他一个德行 做事完全只看自己的利益 完全不顾后果 现在都已经是江湖乱世了 结果他们倒是完全的不怕惹事 丝毫不考虑江湖大局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吕破天其实也跟苏信一样 说什么大局不大局的 都是那帮吃饱了撑的 多管闲事的家伙弄出来的 江湖乱世 关他们这种人屁事呢 此时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危急当中的 风天狱倒是兴奋得很 他们在这小城里面 可是憋屈够了 此次夺取易见门的山门 只是他们在下界立足的第一步而已 他们的背后有了黄天狱当靠山 风天狱甚至都准备对明剑山庄出手 直接在剑南道独尊 长坤看着手下众多的风天狱的舞者 沉声说道 既然易见门如此的不识抬举 那也就别怪我风天狱心狠手辣了 三日期限已到 直接进攻易见门 风天狱来势汹汹 但易见门的那些舞者 却都是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就算是有些年轻的弟子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但他们却都是紧握着自己手中的长剑 绝不放手 见着拧折不完 从这些易见门的弟子刚刚夹住易见门时 他们的誓章便是如此教育他们的 长坤走了出来 看着易见门的众人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明之色 淡淡地说道 我是真的不明白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一个山门而已 你们乖乖地让出来 到别的地方开宗立派 难道不是一样的 就凭你们这点实力 也想跟我风天狱硬汉 当真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信心 林洛言淡淡地道 我易见门从来都不会退啊 当初我易见门最为衰败时都没有退 更别说是现在你们风天狱是强没错 但却也只是一帮欺软怕硬之辈而已 若是我师兄孟经仙还在 就凭你们也有胆量来打我易见门的主意 长坤的面色也黑 虽然他们没跟孟经仙打过交道 但孟经仙的大名他们却是听说过的 别的先不说 一个低精飞 他们便敌不过 更别说是那传闻当中精彩艳艳 仅似于神桥镜的强者孟经仙了 长坤也不想跟易见门的人多废话 其实说起来 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干的不提到 所以速战速决就是的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长坤一挥手道 既然你们冥顽不灵 那就给我杀 话音落下 一众风天狱的武者 直接就冲着易见门的武者杀去 整个风天狱 光是先天境界之上的武者 并有数万人 而易见门算上那些后天武者 也不过有数千人而已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恐怕易见门在风天狱武者的面前 连半个钟都撑不到 而且风天狱的人也没有留守 直接就把所有的武者都给推了上去 反正啊都已经是欺软怕硬了 这个时候当然是全力出手了 省得麻烦 易见门的众人一点的凝重之色 引下谢志燕还没有回来 苏信也没有到 他们除了死战当场 没有第二个选择的 林诺言对这一旁的楚步反倒 等下你将心儿送走 带着心儿去西北道 给我易见门留下最后一丝香果 别人赴死 心儿确实能逃走的 这并不是林诺言厚死薄比 而是心儿的身份特殊 他不光光是易见门的弟子 还是苏信的妹妹 林诺言也不能看着他在易见门内出事 楚步反立刻说道 心儿当然是要走 但却不是我带着他走 而是你 师兄走的时候 已经把弃见门给你掌管了 你这个代掌门若是都死了 我弃见门岂不是成为江湖笑柄了 想要为弃见门留下最后一丝香火 这个人必须是你才行 还没等林诺言反驳呢 听到他们二人的说话的心儿 便握紧自己手中的长前道 为什么要我走 别忘了 我也是易见门的弟子 作门卑蜜 我难道能独自逃离吗 楚步反 皱眉道 别闹了 这间门谁都可以留下 但唯独你不行 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崩天狱最前排几名阳神殿的武者 已经是冲了过来 长坤和司徒明倒是没出手 以他们的实力 参与到这一战当中 根本就是屠杀 没什么意思 当然 就算他们不出手 结果 已是屠杀 崩天狱的阳神 可就有十人作用 就在楚不凡 准备打晕星儿 强行带着他离开的时候 一朵幽蓝色的火焰莲花 却是乌乌的飘落 那幽蓝色的火焰莲花 好似搏下的金脸一般 栩栩如生 看上去 威力无比 没有丝毫的力量泄露 甚至 崩天狱的那帮人 就算是看到了这莲花 心中 无显出的第一个感觉 也只是奇怪 而并不是警惕和危机 但就在此时 那幽蓝色的火焰莲花 开始分解 随着莲花转动 一丝丝幽蓝色的火焰 此线 舞动而出 飘荡在天地之间 穿过那些舞者的身体 不论是阳真镜 还是龙神 在那幽蓝色的火焰面前 几乎是瞬息之间 连夜子散毫都没有 第1778集 我的话 便是规矩 下 看到这一幕 虽然顿时便愣住了 后方那些原本 还准备冲上来的 崩天狱舞者 立刻停在了那里 眼中闪烁着 无尽的惊恐之色 阳神镜的存在 无论是在下界 还是在咸语 都算是顶尖的高手了 在陆地神仙之下 他们是绝对的 宗师级强者 一个真武 想要杀阳神 这很简单 胆消瞬间秒杀一名羊神 却是有大半的 真武都办不到的 结果眼下 数名羊神镜的武者 还有这么多 容神镜的存在 却是在瞬气之间 便化成了飞灰 这种手段 简直让他们 无法想象 神魔之威 怕是才有这般威能吧 一个身穿黑袍的身影 在半空当中 一步一步地落下 切直研究 跟在他的身边 被他用真气平稳地 送回到了 异建门的人群当中 浓郁的威压 散发而出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 已经变得阴云密布 众人都能听到 那阴云之上 有着鬼哭神嚎之声 银银响起 其中好像 有什么鬼魅魔怪一般 只要是随着 眼前这人一声令下 便会彻底地爆发 将他们直接撕碎 长坤和斯东明的神色 顿时一变 眼前出现了这个人 除了苏信还会有谁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还不曾动手呢 这苏信并已经出现了 长坤小心翼地走上前去 对着苏信一躬手道 苏大人 来此是何意 要知道我封天玉 可从来都没有 跟苏大人您为敌的意思 这次我封天玉进攻 一剑门 也只是寻常的江湖厮杀而已 甚至我封天玉 知道了苏大人 您的妹妹就在一剑门内 我还特意地吩咐手下 绝对不能伤到 您妹妹半分 方才苏信可是一击秒杀的 封天玉挥下几十名的武者 但碍于苏信的威使 长坤却是仍旧要低声下级地 跟苏信说话 虽然看着有些丢真武精强者的脸面 但方才苏信身上那股恐怖的威使 却是真的让他心生胆寒 不敢放肆 苏信淡淡地说道 这么说 我难道还要谢谢你封天玉的不杀之恩咯 听到苏信的话语中 隐含的意思 长坤 林蒙姐知道 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封天玉真的没有冒犯苏大人您的意思 苏信冷横一声 一剑门跟我西北道乃是盟友 昔日孟宗主更是帮了我数字 你封天玉现在攻打一剑门 那就是在打我苏信的脸 你说这事情难道不关我的事吗 长坤和司徒明一听这话 面色顿时一变 失算了 当真是失算了 江湖当中 苏信的名声摆在那里 能跟苏信称得上是盟友的 也就只有一个地谷了 苏信本身也是地谷中人 他们知道 易建门跟苏信有关系 但怎么也没想到 苏信跟易建门之间的关系 竟然会伸到这种地谷 如今苏信站在这里 又怎么可能 让他们把易建门灭掉呢 这一瞬间 长坤和司徒明的面色 就变得极其难看 大话都已经放出去了 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就是为了谋夺易建门的山门 结果却是被一个苏信给逼退了 长坤和司徒明都能想象得到 以后江湖上究竟会怎么说他们 只不过苏信的威势摆在这里 让他们去跟苏信硬碰硬 说实话 他们真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长坤和司徒明 灭色难看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易建门我们便不动了 我冯天玉这就撤走 说着长坤直接一挥手 想要让冯天玉的舞者 直接离去 之前苏信虽然杀了 他们冯天玉这么多的人 但此时长坤却是根本就连提都不敢提这件事情 想让苏信去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纯属就是做梦一般的事情 只不过就在此时 苏信却是冷冷地道 我让你们走了吗 长坤和司徒明一愣 随后便是满脸怒容地说道 苏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您既然要护着一建门 那我们直接退走便是了 难道即使这样 你还要来我们吗 苏信淡淡地道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是没把我苏信放在眼里 还是没把这江湖规矩放在眼里 易建门乃是我的盟友 既然你们敢对易建门出手 那便是在落我苏信的脸面 不管你动没动手 咱们 也要给一个交代才行吧 此话一出口 所有风天玉的舞者脸上 都是露出的激愤之责 易建门明明没有一丁点的损失 反倒是他们风天玉死了这么多的人 结果这苏信反倒是管他们要交代 这件事简直就是霸道和不相理道的极点 常坤压抑制怒气道 还望苏大人不要欺人太甚 江湖上可没有这条规矩 苏信大笑了一声道 哈哈哈哈 没有这条规矩 现在我说了 从此以后便有这条规矩了 你们崩天宇既然趁着梦惊仙不在 敢来打易建门的主意 这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呢 现在反过来 我就算是欺你们了 你们崩天宇又能怎么样呢 话音落下 苏信一步踏出 周神的气势已经彻底跟天地相合 瞬间交通风云 显得恐怖无比 既然你们不想主动给出一个交代 那好 我便亲自来拿 苏信的心思之前 黄炳承已经猜出来了 这次不管崩天宇有没有动手 他都是准备下狠手的 让这些心语之人看看 这江湖上到底是谁说了算的 只能说这次崩天宇比较倒霉 撞到枪口上而已 而此时崩天宇那边 看到苏信竟然真的想要动手 昌昆连忙说道 苏大人且慢 我崩天宇已经跟黄天宇联盟 双方共同进退 还请苏大人给黄天宇一个面子 苏信挑了挑眉毛道 拿黄天宇来吓我 还是说你认为我苏信怕了黄天宇吗 想要保下你们 让黄天宇 江元真亲自来跟我说 你们想要狐假虎威 现在还不够资格 若是黄天宇不插手这件事情 说不定苏信还不会赶紧杀军 但偏偏黄天宇插手了 苏信却是更加不能放过 黄天宇的这帮人呢 要不然江湖上的人 还会认为他苏信怕了黄天宇呢 苏信单手一挥 瞬息之间无尽幽蓝色的火焰 好似一张大网一般 向着司徒明和昌昆就笼罩而来 赤火神功发挥到极致的力量 绝对要远超天罗活道 虽然现在苏信 在赤火神功上的修为 才是第一手 第1779集 神威 立焰席卷 司徒明和昌昆二人 感受到这其中的恐怖力量 面色瞬间就是一变 他们在心欲之时 便没跟神小敬的存在交过手 现在他们算是见识到了 这种实力简直强悍的可怕 只不过他们二人 也都是神经百战的真武精强者 就算现在被苏信的威士 所震惊了 但他们却也不会吓到 连一战之地都没有 神桥可以秒杀杨神 但秒杀真武 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长坤的阴罗鬼刀 习以无比 准确点来说 应该算是标准的魔道功法了 一刀斩出瞬息之间 好像是打开了无间的地狱之门一般 漆黑色的魔战 跟死气结合 黑色的刀蒙 撕裂虚空 后方有着魔影神鬼爱好 震慑人心 苏信一眼便能看得出来 这一挪鬼刀的协议不在刀势上 而是因为那阴邪魔戟 可以捕食真迹 甚至可以影响到自身的神志 笔之幻术也差不到哪里去 可是要跟正常的真武精强者比的话 这长坤的实力只能说是平常 很平常的那种 在正武时 这种货色苏信都没有放在眼中 更别说是现在 唯我道剑 一剑斩出 长剑 却是忽然离手 在半空当中 一分为二 一剑入云 天外飞仙 一剑裂地 死气东来 一剑一摸 一剑两分 天外飞仙和夺命十五剑 已经被苏信给炎花到了极致 甚至到了可以一剑出两招的地步 仁义瞬间抹杀了刀势 这两剑上天陆地 带着势不可挡的为时 向着长坤斩来 一剑出并已经有了惊天动地之威 两剑齐出 鬼神必退 剑狱当中的剑天狱 实力其实也不算强 跟他们封天狱差不多 也只有两名真武而已 这么多年来 封天狱也是跟剑天狱交手数字 对方绝对占不到什么便宜 但直到现在 长坤也知道真正的剑道之威 可以恐怖到何种地步 现在苏秦用的可不是那在 寻天狱当中硬喊赵九龄的三戒之剑 就这么两剑齐出 长坤就已经无法抵挡了 剧烈的危机感传来 长坤直接选择了弃刀 弃刀后撤 一个剑客扔了自己的剑 会损失六成的战斗力 一名刀客扔的刀 也是一样 只可惜 就算他弃刀后撤 但两剑的力量 也是犹如复古之躯般向着他袭来 长坤只得一咬牙 他周身一股漆黑色的默契 轰然爆发 其中还夹杂着 丝丝的幽冥鬼气在其中 只见着一瞬间 长坤周身血肉干瘪 他自身竟然化作了一柄人形长刀 迎着那一剑斩去 谁都以为阴锣鬼刀 只是长坤修炼的一门功法 殊不知 这门功法施展到了极致 却是把自己的肉身炼制成一柄恐怖的 阴锣鬼刀 寻常的刀客气刀 会损失六成的战斗力 但长坤气刀 却是会增加六成的战斗力 人形的阴锣鬼刀落下 无数的鬼气与魔戚 轰然爆裂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波动 苏信的唯我刀剑 直接被崩飞 鞋插在了地上 长坤此时也已经恢复了人形 但他全身上下 都是带着猙獰的血痕 好像被凌迟了一半 显得异常的恐怖 甚至他的身形都开始打晃了 好似已经站不稳了一半 长坤全力出手 甚至都动用了自己的最终密法 这才勉强能在苏信的这一剑之下不死 可想而知 现在的苏信实力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呢 可以说是 不是长坤 还有一门压箱底的密法在 方才那一剑 苏信便可以将他给斩杀了 而就在此时 司徒明已是出手了 方才苏信 对长坤出手的时候 司徒明 并没有出手帮忙 所谓相交上百年的同盟 司徒明知道 长坤的底牌 也知道在苏信的这一剑之下 长坤能保住性命 司徒若是也出手 虽然可以被长坤分担一部分的压力 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而现在苏信手中的唯我道歉 已经离手了 却是他出手的最佳时机 所以这司徒明当即立断 一刀斩出 瞬息之间 无边的锋锐隐藏在这一刀当中 爆发而出 天地为之震产 这一刀切断了时间割裂的虚空 几乎是一眨眼的时间 并已经出现了苏信的眼前 司徒明的绰号是三刀斩天 他出身草莽微末 昔日在封天狱当中 也不是刀部的后人 只是寻常匪寇出身 一路搏杀到的现在 学习了巫术的刀法 将其五道精益凝聚在其中 最后只熔练出了三刀 便是这三刀斩天 一刀相刺一刀 通界五者当中 能够扛住他三刀的人 是少有人在 第一刀斩下 为师毕竟极其惊人了 但此时苏信的面色 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只是伸出了一只手 以致洁白如鱼 但上面却是带着点点金芒的手 然后他就硬生生地 将那惊天的一刀握在了手中 这一瞬间那广爆的刀石 紧在了苏信的手中炸裂着 自如明的这一刀能够斩天 但却斩不开苏信的一只手 而此时苏信的手中 一刀幽蓝色的火焰顺着刀身 就向着司徒明 阴伸而来 赤火神功 烧灼万物 司徒明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血液 自己的身体 甚至是自己的原神 都在沸腾着 苏信松开了握刀的手 伸出了一根手指 轻轻地在那长刀上一点 一瞬间虚空寂灭万物分解 司徒明眼睁睁地看着 那并被他碎裂的上百年 已经无限接近神兵的长刀 开始分解 不是碎裂 而是彻彻底底的分解 从长刀分裂成了一堆铁粉 看到这一幕 司徒明连忙收手后撤 若是再满一步 甚至连他的整个手臂都会在 苏信的这一指之下分解 苏信的执法也已经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三指探天 还是三分神指 可以说都是江湖上拍在顶尖的执法 只不过后来苏信 没有再得到过更强的执法 所以其余的那些执法 苏信便都没有再动用过 而这次闭关 苏信在阳昌的同时 也是梳理了一下自己以前的武器 将自身的执法上的修为 凝聚于一身 创造出了这一世新的执法 名为夺神 夺神指 夺天地之造化 寂灭天地鬼神 看似寻常 但却神为内敛 这一指的威能 已经让斯徒明是惊骇不已了 有了剑的苏信很可怕 但没了剑的苏信 却是依旧可怕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想起来 苏信的剑法 虽然惊艳江湖 第1780集 降或死 上 斯徒明的眼中露出了一抹赤红之色 他的左臂竟忽然暴力 一瞬间血污弥漫 斯徒明将自己 那已经只剩下白骨的左臂 硬生生地拉扯了下来 我在手中 无尽的血污融入其中 凝聚成了一柄血肉长刀 白骨为鸡 血肉为刃 一刀斩下 鬼神怒笑 斩天地二世 斩的是天地 也同样是他自己 苏信的眼中 又露出了一丝 饶有兴趣之色 凡是能够成就真武的 都是领悟了力量规则的存在 每个人对于自身的武道 都有了一定的理解 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跟这种级别的存在动手 无论是对手的实力高于自己 还是弱于自己 都会有一些领悟的 就比如现在 无论是那长坤 自身画刀的阴挪鬼刀 还是眼前这斯徒明 以白骨为鸡 以血肉为刃 施展出来的斩天三世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武道风格 堪称是惊艳 只可惜这一次 他们面对的是苏信 可以用力量完全碾压 他们的苏信 面对斩天三世的第一刀 苏信只是伸出了一只手 而现在面对这第二刀苏信 也只是出了一拳 可以真正碎空的惊艳一拳 看似普通的一拳落下 在跟那刀锋相撞的时候 确实有着广暴的金色身亡暴力 一瞬间天上地下 所有的锋芒都被这一拳所掩盖了 堪称绝对的力量轰然爆发 斯徒明的血肉之刃顿时爆碎 他也是直接的被这一拳所轰飞的 周身的骨骼轰然炸响 他最后竟然直接被这一拳轰得是身躯碎裂 爆成血雾消散在了当场 斯徒明爆成是三刀斩天 可惜在苏信的面前 他却是连斩出第三刀的机会都没有 以神巧秒杀真武 这点苏信没有做到 不过他两招便将斯徒明给轰煞 这种场景已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怠了 这种强大的威势 仿若神魔一番 让人根本就生不起反抗之力 长坤也不想死 黄天玉跟他们还是盟友 只要他能够逃出去 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颜面 黄天玉也是医药会保他的 爆着这种心理 长坤枉得一咬牙 周身血雾伸腾而起 瞬息之间 并远顿了百丈 血雾越来越淡 竟然好像要消散一番 这时苏信的眼中 确实露出了一抹怪异的神色 因为这长坤用的竟然是血魔教当中的功法 准确来说 这门功法跟脚 应该是云子于医神唤起大法 只不过后期被修改过了而已 仙语虽然没有魔道传承 但当初大天魔尊被杀 摸到功法四处的流转 医神唤起大法的残卷之类的东西 落入鲜语当中 倒是很有可能的 只不过长坤 竟然在他的面前动用医神唤起大法来逃命 这就有些可笑了 苏信一挥手 由蓝色的火焰组成了一张大网 缓缓地紧缩着 精确无比 直接将那团血雾笼罩在其中 随着血雾不断地蒸发着 昌坤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嚎 他的身影刚刚出现 直接就被断烧成了一团飞灰 这一战结束了异常之快 两名阵武不到十招 便全都死在了苏信的手中 这种威势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苏信将目光转向了那一通崩天狱的武者 淡淡地说道 要么降 要么死 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尊严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抛弃的 当即用一些武者扔掉了自己手中的兵器 单膝跪下 表示臣服 但大部分的崩天狱武者 却是不甘心就这么投降 有人大喊道 神乔又如何 他只有一个人 难道还能将我等都杀了不成 大家一起跑 分散着跑 一听这话在场的众人眼中 顿时便露出了一抹意思 这时他们才想到苏信就只有一个人 他就算是杀 又能杀得了几个呢 一见门那几千人 他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所以现在若是跑的话 肯定会有人死 只不过就有大多数人都能逃走的 但就在此时 苏信直接单手一挥 幽兰子的火焰莲花 飞了出去 连半旋转之间 那名之前说话的崩天狱武者瞬息之间 便化成了飞灰 与此同时 火焰莲花升到了半空当中 无数道由火焰凝聚而成的死线 飘荡着 组成了一张大网 飘荡在天空之中 民言实力 显得壮观无比 苏信看着在场的众人 淡淡的说道 你们若是想走 我的确无法全部拦住 就算是几万头猪在这里 四处的逃开 想要抓他们回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我苏信不是别人 就算无法拦住所有人 但我起码可以拦住九成的人 或许是换一种说法 我能留下你们九成人的性命 只有一成生机 你们若是敢逃 大开来一试啊 苏信的手段彻底下到了 这些崩天狱的武者 一成的生机 谁人敢赌呢 虽然他们都认为自己 是会活的那一成 但理智告诉他们 他们更容易成为死的那一个 所以在领头的人 全都被苏信斩杀之后 所有崩天狱的武者 这才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直接选择了臣服 苏信转头对着异见门呢 林诺言和楚部反倒 这些人就暂时交给你们了 封禁他们的真气 这些想为你们都懂的 你们挑一批人 剩下的给我 林诺言诧异的说道 给我们干什么 苏大人 这帮人已经修炼过刀刀 现在转移见到的 恐怕要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将其扭转过来 苏信闻言感到一阵的乌鱼 这林诺言果然没有处理 宗门事务的经验 这话都能够说得出口 苏信略显无奈地说道 这些人不是给你们当弟子的 我方可是杀了他们两位真武镜级别的强者 就算他们嘴上说服了 你难道敢信吗 也敢把义见门的功法传授给他们吗 林诺言稍微有些尴尬 这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那苏大人是什么意思 你们异见门在剑南道的矿产资源也不少 让这些武者来趟矿工 效率可是要比那些普通人快多了 而我西北道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有着一定武道修为的武者 若是用来干别的事情 那可是要比普通人快多了 听到苏信这么一说 林诺言这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毕竟这种操作 以前他们意见门可没有过 他倒是第一次知道还能够这么玩 不过对于这种事情 林诺言也并不排斥 对方之前可是要杀了他们 霸占他们扇门的 甚至如果林诺言再心狠手辣一些 把他们全都杀了 那样除了名声会不好听